歡迎回來挑戰煮飯仔 我是Mu 今天我們來挑戰 就是芋頭 說起芋頭一定無條件想起台灣 一說到台灣 就一定是想起台灣的早餐 說起台灣的早餐就一定是蛋餅 所以這次我們就用芋頭 來做芋泥芝士蛋餅 記得碰芋頭之前一定要戴手套 不然現在拿到你很癢 然後我洗完它 現在就可以剔皮了 其實芋頭的半塊也很多 所以記得去買的時候 其實買半塊也很夠 這邊因為它接觸到空氣 所以陽化了 等下我們就切過去 現在就切一塊塊 現在就剔薄薄一層面 剔掉它 切到一塊塊 然後就可以上架做熟它們 高平一點 據我所知台灣的蛋餅分兩種 一種就是粉漿派 一種就是脆皮派 告訴我 你是粉漿派還是脆皮派 我都吃過香港兩三間蛋餅 其實都是粉漿派 所以我其實就 不是太喜歡粉漿 那我就很少吃到有脆皮的蛋餅 所以今天就來試做脆皮的蛋餅 那脆皮的蛋餅其實有點像做蔥油餅 就是做一個麵團之後 然後再加油酥下去 再捲起來 這樣就可以做到脆皮的蛋餅 做脆皮蛋餅的麵團 就要加熱水 熱水就可以產生一些 不知不知不知的髮殼在弄 就令它可以吃起來 紮實一點鬆口一點 整個麵團是需要用到中筋的麵粉 但我家是沒有中筋麵粉 所以就用高筋加低筋 就會變成中筋麵粉 然後就在麵粉裡面加熱水 煮熟一點麵粉 先把麵粉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麵團 好 它現在很粗糙的樣子 一塊塊一塊一塊 我們等麵筋鬆弛15分鐘回來 再擦一下它就會變滑 拜拜 當麵團正在休息的時候 好 我們就來做 油酥 油酥就是把麵粉加油 擦碼碟 這樣就是油酥的了 然後我們就用低筋麵粉 油就用普通的油就可以了 我都見過有人用豬油的 看看你家有沒有豬油 你家有豬油 我都覺得你用豬油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然後拿去煮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這樣看也有點像做白醬 白醬就是把油和麵粉擦碼 擦到它們的紙紙聲就差不多了 可以拿開放到另一邊 油酥就完成了 現在已經鬆弛了 大概有10-15分鐘 這樣就可以擦一下它 擦完它會越擦越滑 把麵團包起它 等多15分鐘就可以了 好 現在麵團的鬆弛了 看它現在多滑多軟 放一些瘦粉 因為它會黏著你的桌面 擦開它 變長方形 正方形的形狀 擦開完之後就可以塗我們剛才的油酥上去 好 擦完之後就捲起它 好 擦完之後就捲起它 糟糕了 唉 弄得太大塊 我擦壓一下它 分三份左右 這樣要捏緊它 你撕的時候也要捏緊開口 撕 夾著它 再撕的時候 也是要捏緊它 OK 那就有三份了 按扁它 可以加一些手粉上去 然後就硬開它 上去撕開烤焦 再加一整條 穿扁它 再加一整條 好像也可以 看了 第二塊 又是下手粉 整天看影片看到台灣早餐店阿姨也做得很快 我這樣做法 我想客人真的走光 以我這樣的速度做早餐也變成午餐 這份顏色更好看 芋頭已經蒸好了 為什麼知道現在熟的時候就拿叉刀進去 捉穿就熟了 芋頭已經做完了 拿出來可以加熱後多餐酒 直接加了喉禮 所以沒什麼難度 然後趁它現在更熱就快點硬硬它 皮刺得不夠 所以有些很硬也要將它們跳出來 就不按它們了 它現在蒸完更暖的 趁暖它們有些油油 讓熱力煮溶牛油 順便加上糖 讓熱力煮溶糖 邊硬碎它 邊把糖和牛油融合在芋頭上 因為你始終都是這樣硬碎 它裡面有些粒粒的 我們現在就倒牛奶 放進去 然後倒一些 再慢慢攪拌它們 味道可以的 不過它的質感很不滑 我們要過篩 令它更加滑 過篩有特別的設置 這樣就是用碟子 用篩 再加上刮板 這樣就可以很快地攪拌了 這樣就是刮 沒有觸太緊手 看看它們有多畫 甜度剛剛好 努力了很久很久很久 終於得到了超滑的糊米了 哇 現在一切準備就緒了 我們就可以來煎蛋餅了 上網說它們不用下油 我直接放上去 偷看一下 OK 給它多一點點時間 嘩 嗯 還差點 我走著 嘩 然後呢 先拿起它 好 好 開了整個 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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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成功 翻炸 哇 重頭戲 芝士 芝士 烏泥 哇 多加一點 爆漿 好 現在關火了 我們就慢慢捲起來 讓餘溫幫我煮熟 芝士 喂 收起來 超有份量 OMG 好 好 好 哇 今天有很多 噢 吃圈真的要跑回十圈 你看 哇 你看這個 哇 把餡都哭出來 OMG OMG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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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